我們現在開始上大氣壓力 大氣壓力每一本書都這樣說 叫做單位面積上空氣柱的重量 所以圖上面給你畫了兩個空氣柱 一個長一點一個短一點 然後呢所以你就知道底下的左邊的那個空氣柱比較長 所以呢大氣壓力比較大 也就是說頻率的大氣壓力一定大於三上 一定大於三上 好每一本書都這樣教 大氣壓力就是單位面積上空氣柱的重量 可是我不太喜歡這個講法 因為當我告訴你它是重量的時候 你就會認為它的方向向哪裡 向下 可是它不是的 它的方向跟我們的液體壓力是一樣的 基本上叫做四面八方 然後呢在氣壁的時候會垂直氣壁 所以做了這個實驗 圖上有顯示的實驗 裝滿了水墊一個小小的塑膠片 然後怎麼轉怎麼轉 那個塑膠片都不會掉下來 都是被大氣壓力壓在上面 所以呢沒有特定方向 所以大氣壓力跟淨水壓力一樣 在內部一點是四面八方 在氣壁的地方是垂直氣壁 這個我們前面講過 那這有一個重要的實驗 叫馬德堡半球 就是那個人要告訴大家 大俠里有沒有多麼的大 多麼的偉大 然後呢那時候有抽氣機 誰要做一個實驗 拿兩個半球把空氣抽掉 然後呢用馬去拉它 左邊一批右邊一批拉不開 兩批拉不開 三批拉不開 一直到左右各八批馬來的時候 才把它拔開 所以證明大氣有壓力而且非常的大 叫做馬德堡半球實驗 那個名字有點問題 不過不用管 就這樣麻煩你們看一下 可以這是一個重要的 來驗證大氣壓力存在的實驗 那我們現在在考試或者是講的時候 講測量大氣壓力的時候 在出考試題目的時候 經常會用到這個叫做脫離切粒實驗 脫離切粒實驗就是它哪一個 一公尺長的 長長的一端封頭的玻璃管 裡面裝滿了水銀 然後倒插在水銀槽中 然後水銀會掉下來一點點 用這個方法來測量大氣壓力 用的原理就是我教你的連通管原理 我教你的連通管原理叫做 相連通的同一個液體 同一個水銀面上壓力必相同 所以我們拿一個一公尺長長的玻璃管 裝滿水銀 然後倒插在水銀槽中 然後水銀會掉下來 掉下來 然後平衡 那我們看看這個圖上面顯示 最上面那個就是底下那個大槽的液面 然後叫相連通的同一個液體 同一個水銀面上壓力要相同 所以管子裡面有兩個壓力 上面的氣壓P0 底下的液體壓力P1 外面的壓力叫做大箱P2 所以P0加P1等於P2 就是所謂的連通管原理 相連通的同一個液體 同一個水銀面上壓力必相同 而在脫離切液的實驗裡面 沒有P0 為什麼 1公尺長的玻璃管 裝滿水銀倒插 水銀掉下來 上面什麼是空的對不對 空的 沒有東西的 我們稱為玻璃切液真空 所以它沒有P0 沒有P0 表示P1就會等於P2 原來我這個液體的壓力 就可以代表我的P2 大氣的壓力 平常大氣壓力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我們說F除以A 可是如果你是你算不出來 涼不出來 空氣有多重 那所以沒有辦法那樣做 所以我用這個脫離切液實驗的方式 來告訴你們 原來P1就會等於P2 因為P040脫離切液真空 會切液真空 然後用這個方法 就可以用這個液體的壓力 用這個液注的壓力 來代表我的大氣壓力 剛才告訴過你 我們基本上就是 用聯通管原理 未來考試的題目有很多的變化 機能上的做法都一樣 我們說我們有一個水槽 把一個杯子倒扣下去 這個的水面絕對不會在這裡 為什麼 因為相聯通的同一個液體 同一個水面壓力要相同 所以這個壓力跟這個壓力要怎樣 一樣 可是問題是杯子裡面原來是一大氣壓 現在外面這裡有一大氣壓又加上水壓 所以壓力不會一樣 所以外面比較大會流進去 流進去也不可能流到這裡 為什麼不可能流到這裡 因為相聯通的同一個液體 同一個水面壓力要相同 這個壓力跟這個壓力要一樣 這樣就是一大氣壓 可是這裡已經比原來的一大氣壓的體積更小 壓力會怎樣 增高 所以這裡會大於大氣壓 所以把它壓回去 壓下去 所以它最後的結果一定是這樣子 倒蓋下去之後 水會進去 但是不會上到最高水面的地方 也不會再杯子 然後考試問你說這個土裡面 哪些地方壓力會相同 那還是一樣 聯通管原理 相聯通的同一個液體 同一個水面上壓力會相同 所以這條線上的地方 壓力會一樣 這裡跟這裡的壓力會一樣 都是大氣壓 那麼我們還有很多些其他的變形的題目 比如說 氣壓計 這裡有個氣壓計 然後呢 然後等一下就問你說 這邊的氣壓的P0有多少 那麼相聯通的同一個液體 同一個水面上壓力必相同 所以這邊的壓力會一樣 這個左邊的壓力就是P0 外面壓力有兩個 一個是大氣壓力P1 一個是這一段的水壓 液體壓P2 所以呢 P0就等於P1加上P2 要看它裡面怎麼帶 怎麼算 那反過來也是一樣 反過來也 剛才呢是 反過來也是一樣 什麼叫反過來 這邊 放在這裡 那請問你 這裡面的P0的壓力有多少 也一樣 相聯通的同一個液體 同一個水面上壓力必相同 這邊有個P0 這邊有個P2 換個大氣壓力P1 所以P1會等於P0加上P2 然後去做一些計算 就這樣做就好 所以 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出法考法啦 但基本上 我們在解決氣體壓力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原則上都是靠什麼來解決的 靠我教你的聯通管理解決的 怎麼解決 相聯通的同一個液體 同一個水平面上壓力必相同 用這個方法把它解決 把它把它解決掉 OK 大氣壓力的單位 剛才有告訴你說那個液體柱的壓力 可以代表大氣壓 那我放的是水銀 所以有個76公分拱柱 公分拱柱水銀有多高 水銀有多高 水銀越高就壓力就越高 所以有公分拱柱高的壓力 當然你也可以回去以前的P的SD 算上它是多少平方公分克重 還有一個單位是我們在地球科學氣象區 就是要擺胖 擺胖 那穿什麼玩意兒你也不用管 你就記得要擺胖就好 那還有一個單位叫ATM 大氣壓 一大氣壓兩大氣壓 ATM 一大氣壓 一ATM就是76公分拱柱高 要背 1033.6每平方公分克重要背 1013百趴要背 不過這個是為了地球科學背 基本上比我們在上禮化課的時候 基本上沒有用到擺胖這個單位 所以我們用的都是公分拱柱高 或者是每平方公分克重 或者是ATM 這個意思是說一大氣壓 可以把水泥壓76公分 那如果壓水咧 壓水會壓多高 P等於HD嘛 1033.6等於H 所以PuE H有多高 1033.6 可以壓10公尺 可以上升10公尺 歷史上一個故事啊 有人做了一條非常偉大的噴水池 所以你要告訴他說你的水噴不上去 為什麼 因為它超過10公尺 超過10公尺 大氣壓力壓不上去 除非你另外加壓 也壓不上去 OK 可以這個把它背一下 大氣壓力的單位 稍微記一下 那麼這是一個考試的重點 我們前面跟你講過 一級的壓力跟面積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所以你在做實驗的時候 不管你拿出管子還是細管子 同樣拿水瓶做脫離切力實驗 不管拿出管子還是細管子 都是那麼多高 76公分都一樣高 而且這壓是垂直的對不對 壓那個垂直 它是垂直的 所以你管子斜斜在放 所以你斜到上不去了 否則垂直都多到都是76 所以圖上可以顯示 不管我管子是粗的還是細的 知道是斜的 我的垂直高度都是76 如果是一大氣壓的話 一大氣壓就是要做 考試會喜歡問的問題 脫離切力實驗 管子不管粗細 管子不管擺直擺斜的 我都能夠使垂直高度上升76 因為我一大氣壓是76公分拱柱高 OK嗎 OK 好嗎 好嗎 感谢您的观看